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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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云龙第三道靠山,是他的上上级领导,从亮剑中可以看出,李云龙上上级领导,非常支持李云龙的工作,总是能够听取和默许李云龙的一些看似貌似的行为,从而为李云龙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华,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。 总之,李云龙敢于屡次违抗上级领导的命令,主要是其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,能够根据战场形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,同时也能够积极鼓舞战士们的斗志,使得他们懂得自己是为什么而战,并且能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,从而能够战胜敌人。 当然,也不可忽视的是,李云龙上级领导和其上上级领导的支持,没有这些领导的支持,李云龙是很难有发挥的空间。